原来三十多年前的股民竟也如此的疯狂 数万人簇拥哄抢 股民们排队两天两夜 只为购的一张股票愈发认购表 发售当日更是五百万张认购表被抢购一空 人群出现骚乱 未能购买者上街游行 砸车砸窗宣泄着自己内心的不满 而这罕见又震惊的一幕 便是真实发生在1992年的深圳810事件 也被誉为中国证券史上最让人不能忘却的一天 那么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些股民为何如此疯狂 其疯狂的背后真相又是什么呢 1992年1月 一种叫做股票认购证的新鲜玩意 走窍上海滩 股民们可凭借此物摇号中签认购新股 相当于今日的股票账户 没有他你就买不了股票 再加上当年上交所放开了仅有的 15只上市股票的价格限制 从而引得股市暴涨 且那是我国还没实行涨停板限制 因此上海股市曾一日上涨105% 股指更是连日飙升 于是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相信 中国股票能够让人一夜暴富 后来到了1992年的8月 深圳1992股票认购证开始了第四次的摇号 有了上海股市暴涨的案例 很多投资者便想要挤破脑袋 也要买到深圳愈发的股票认购证 虽然当时深圳的愈发认购表为500万张 每人可凭借身份证购表一张 但当时数百万的股民都想要拿到这炙手可热的股票认购证 而事实也证明了当年股市的火热 1992年8月10日开售 不到半天的时间 500万张认购证被全部售完 以至于很多没有买到认购证的股民 纷纷质疑当时的深圳证券交易所 认为其中有猫腻 后来人群开始混乱并不断的发生冲突 更有甚至在8月10日这一晚 数千名没有买到认购证的股民 开始聚集在深南中路 并打出反腐败和要求公正的标语 要求领导们给个说法 因此也就酿成了轰动全国的810事件 且当时深交所新股发行的消息 迅速传遍全国各地的投资者 从四面八方开始涌向深圳 当时广州前往深圳的火车票 不仅从30元被黄牛炒到300元 更是有人以每天50元的高价 从新疆雇佣1500人赶来深圳排队 一个包裹被打开后 竟能发现2800张的身份证 而原价100元每张的股票认购证 更是被炒到了300至500元 黄牛的猖獗 以及不法分子的投机倒板 让原本老老实实排队的股民感到愤怒 因此人们纷纷围住深圳市政府大厅 和股票认购证的发售网点要说法 而为了平息这一乱象 也为了安抚股民们愤怒的心情 深圳市政府更是连夜宣布了五项通告 决定再增发500万张认购表 以缓解购买压力 至此那些没能买到认购表的股民们 心情才逐渐平复 但值得一提的是 810风波过后 深圳股民也并没有实现一夜暴富的美好愿景 深圳股价指数从8月10日的310点猛跌到8月14日的285点 跌幅为8.1% 且一路猛跌到同年11月份的164点才慢慢反弹 深圳股民可谓是元气大伤 但又非常幸运的是 在810风波过后的两个月 我国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正式成立 从此以后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也逐渐得到了法律的保护 那么看完以上影像 你觉得卸下中国股市的前景到底会怎样发展呢